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了见你找的借口 弟弟哥哥哥说什么呢 山下开了家新的糕点铺 明天我带你去吃个够 发生什么了 梦青呢 中毒已深 药食无用 我又以活血为瘾 终如一苦 以命换命 你最近怎么老是躲着我 鬼鬼祟祟 干嘛去了 我 我的牙已经好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吃糕点 这是最后一瓶药 等你吃完 我就陪你去 那就后天吧 正好是七月初期 不许耍赖哦 一股入体 被全身续气枯竭不能听 你可想好了 那就用我的命换他的命 他在哪儿 现下你已无恙 他在哪儿 还是我说吗 这不是那个蛋糕 你这一世过得好吗 是不是又没好好照顾自己 你肯定有贪吃 牙不舒服了吧 就用这个能看到牙齿清洁的小圆瓶 帮我照顾你吧 那电动牙刷的屏幕怎么如此熟悉 刚好之前的牙刷不太好用 先试试吧 这个笑容加小圆瓶 可以全程记录你的刷牙情况 它还会像牙翼一样 教你用巴士刷牙法刷 居然不会出血 刷完别忘了看一下屏幕 原来是漏刷害我牙疼 还好他能看到 而且比之前干净好多 还是这种有屏幕提醒的靠谱 不知道你喜欢吗 也不确定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几十前的约定 如果你还记得 我也希望 能像小圆瓶一样 陪着你 那都是真的 你已经向我走了那么多步 这一次 让我跟上你 你还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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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了